各位,那接下來就由我這邊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小米手煌5在於設計上的部分有做了哪一些的突破 還有功能方面有做了哪一些的更新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相較於上一代 我們這次將於螢幕的尺寸又做得更大 我們所使用的是1.1吋AMOLED重拍彩色的大螢幕 然後在於一個顯示面積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加大到20%的顯示面積相較於上一代 加大到20% 好,那我們這樣呢,之所以會這樣做 主要是希望我們在於螢幕上呢 可以得知到更多的一些訊息內容 可以讀取到更多的一些訊息 好,比方說呢,我也可以透過螢幕上方 我可以直接輕輕的一點 然後就可以獲取到說我今天可能走了多少的步數 那或者是說我這一週每一天我分別走了多少的步數 那甚至像是在於心率的部分 我也可以透過我的小米手環的部分 直接了解到我們的心率 直接監測時時刻刻的去瞭解我們的心率的部分 有做到怎樣的一個情況 好,那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在於手機的部分 可以直接跟我們的小米手環5來去做連接 我們小米手環5呢 我們可以直接讀取我們手機的應用程式的通知 好,那只要當我們接收到像是可能 Facebook或是Line的一些訊息的話 我不用拿起手機直接抬起手腕 就可以直接讀取這些的資訊這些的內容 好,讓我們在使用上呢 會有得到更多的一些便利 好,那以及呢 我們在於小米手環的一個表盤上面呢 我們可以增加了更多的一些資定義的情況 好,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有推出了超過65種以上的主題的表盤 那其中呢 我們也包括了一些動態的這種主題表盤 所以在於這部分來講的話 可以隨心所運去做到一些更趣味 然後更多元化的一些表盤上的更換 好,那另一部分來講的話 那比較特殊的在於說呢 我們的表盤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自定義我們所想要的一些情況 一些內容還有一些資訊 好,那我以這個表盤為例好了 我的上方的部分呢 我可以去顯示 可能我今天想要得知道的是物數 或者說我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那在於下方的部分呢 我可能想要得知道今天的一個天氣狀況 那或者說我的心率的狀況 或者是怎麼樣 我可以透過這部分來去輕鬆的做一個 一個更換、切換 去達到我自己想要的一個自定義的畫面 好,那在我們的萬代方面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柔軟輕膚的材質 柔軟輕膚的材質 所以在佩戴起來的話 其實相當的舒適好戴 那在於萬代的顏色方面 我們這次有提供的是八款的顏色 讓我們消費者來去做自由的一個搭配 來去做自由這個選擇 好,那針對於不同的場景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說藍色的配色 黃色的配色、紅色的配色 所以我們的小米手環 其實都可以因應在於各種的一些場合 各種的一些服裝搭配 都非常的好 我也沒有講 好,那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給大家看一段 我們小米手環的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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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刚刚看到影片的内容呢 其实有非常多跟运动相关的一些场景 那所以呢这一次呢 我也先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在运动方面 有助了哪一些人提升 首先呢 我们在小米手环五的部分呢 我们有增加了五种全新的运动模式 像是室内骑行 火源机 以及瑜伽 还有划船机 跳绳 等等这五种的运动模式 加入在我们小米手环里面 那我这边呢 就举两种运动模式 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首先就是跳绳的部分 我们可以搭配我们的小米手环五 然后去自动计算我们的跳绳的次数 那包含说 我也可以通过小米手环上面 直接看到我目前消耗 花了多少的时间在跳绳 那另一部分来讲的话呢 就是瑜伽 那瑜伽的话呢 我也可以通过小米手环五上面 可以得知到我目前 消耗了多少的卡路里 那或者是说我的心率的状况 或者是怎么样的情绪 那我们现阶段来讲的话 我们这一次也总共提升到了 11种专业的模式 11种专业的运动模式 所以提供了这些这样的功能呢 就针对一些我们喜欢运动的族群朋友来讲呢 这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能选项 提供我们的消费者去做使用做选择 那接下来是在于健康方面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这次在于心率的调整部分呢 我们所使用的是PPG的最新一代 PPG生物感应器 那在于心率检测的准确度 我们相较于上一代 我们也提升了50% 提升了50% 那主要来讲 我们就是希望在于心率的检测上面 会获取到更专业 更好的一个资讯 让我们去做一个更精确的数据分析 那这次我们针对于女性的部分呢 我们有推出了非常贴心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女性健康 它会针对我们的女性的生理期 去做一个记录 那并且呢也做到提醒的动作 包含说抑运期 或者是说避孕期的部分 那这部分的资讯内容 通通会在我们的手机 或是小米手房屋上面得知 那再来我们也有再针对这部分 我们有加入一个比较专业的数据 就是PAI 个人活动指标 那它会去基于我们的性别 或是我们的年龄 以及我们的心率 包含说我们每天走的步数 以及我们的一个运动的状况 那综合这些数据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数值 那透过这样一个数值 我们去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直维持到 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体态 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状况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有推出另外一个贴心的功能 因为大家其实生活在 像这种情况下都会遭受到 各种不同的一些压力 那这边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有压力监测的功能 当我们每个人如果压力过高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透过这部分 我们可以做到提醒的动作 那如果压力过高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 我们另外一个推出的新的功能 是呼吸训练 我们可以透过小米手滑五呢 去藉由这部分 去调整我们使用者的一个呼吸的频率 去达到一个所谓的心率的调整 以及算是呼吸放松的一个状态 去藉由这部分来做到舒压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睡眠的部分 那我们睡眠的部分呢 我们也提供24小时的 全天后的睡眠监测 那在这方面来讲呢 我们有加入一个专业的数据 REM的快速动演期 那这部分如果快速动演期发生的情况下呢 可能代表我们的使用者 正在于梦境里面 那或者是说 他的大脑正在快速的运转 快速的运转 那另一部分的话 我们也加入了年轻小睡的功能 那因为现在有一些 都会有了五睡的一些习惯 五休的一些习惯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就会侦测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境 去做到一个五睡的记录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使用者的部分呢 针对于睡眠习惯来讲 然后会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 睡眠数据的分析 和睡眠数据的报告 那再来就是体验的方面 那体验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的小米手环呢 使用的是5ATM糖水等级 那刚才你在游泳啊 冲浪或是说淋浴等等 这部分的话呢 都可以配戴 也都不需要拆下来 都可以直接去做使用 那另一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全新的实心室的充电 那相较于以往我们的小米手环来说呢 我们以往我们如果将 我们的小米手环充电的部分 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米粒 跟我们的外带拆卸下来 才可以进行充电的动作 那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使用的全新实心室充电 我们不需要将我们的米粒 跟我们的外带分开 我们就可以直接为我们的小米手环5 进行充电的动作 所以在于一个体验上 能够相当的直觉 更加的方便 那另一部分我们有加入的功能 就是一键遥控拍照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 也非常非常喜欢的 在于生活上 会有更多不同种的一个运用 那我可以透过我们的小米手环5 去远端的遥控我们的手机的快门 轻松的做到自拍或是合照的动作 那我这边有一个示范的影片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希望我们的小米手环5 跟手机的部分呢 之后可以拥有更多不同的 一个拍照上的一个效果跟体验 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使用 那刚刚以上讲到 就是我们小米手环5 的一些新的功能 那当然我们也会延续 以往我们小米手环 各有的一些 使用的一些功能 比方说像是天气侦测 或者说像是训练 闹钟计时 或是音乐控制等等 这些使用的功能呢 通通在我们小米手环5 上面也都看得到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为各位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小米手环4C 这款产品 那它跟我们小米手环5的 外观上面呢 会有些微的不同 它使用的是比较方正的 一个萤幕外观 那它的萤幕尺寸呢 是1.08吋的萤幕尺寸 彩色的一个萤幕 那再来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提供的是 四种的万代 来去跟我们的消费者 来去做选择 四种的万代 跟我们的消费者去做选择 然后呢 它的一个运动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有提供 五种专业的运动模式 五种专业的运动模式 好像是室内跑步 训练 室外跑步 步行 骑行等等 五种的专业运动模式 以及它的一个防水功能来讲的话 我们也拥有 5ATM的防水等级 5ATM的防水等级 在续航表现来说的话呢 也可以达到14天的长久续航 那充电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充得相当的快速 基本上只要两个小时 就可以将我的小米手环4G给充爆 那这次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的一个充电方式呢 使用的是直插式的USB的充电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 即便你今天出门在外 我们也都直接抛开有限的速度 我们不用额外去准备 专属的一个充电器 我们直接有USB的插槽 就可以将我们的小米手环4G的万代 拆卸下来之后呢 将我们的主机直接插在USB孔里面 进行充电的动作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小米手环4G也提供了 像是寻找手机 或是说酒座提醒 或是说音乐控制来电提醒 等等这些非常实用性的功能 那以上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针对于小米手环5 以及小米手环4G的这两款产品的介绍 希望以后广大的用户循序呢 可以透过这两款产品 得到更多不同的一个生活体验的乐趣 好 那首先呢 在我们揭晓价格之前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两款新的商品 那小米手环5 大家可以看到说 刚刚提到了 它有1.1寸的AMOLED彩色荧幕 那它可以做到20小时的健康监测 同时呢 它也提出了一些很贴心的小功能 比如说女性健康 还有一个遥控拍照的功能 另外呢 它在运动模式上面 也增加到了11种专业运动模式 可以符合各种的运动的需求 那同时 它也在这次的充电上面 也做了一些创新的方式 利用了磁吸式的充电 让我们的充电变得非常的方便 以及健康以及快速 另外呢 它也一样搭载了5ATM的一个防水等级 让你在游泳啊淋浴啊 都不需要把我们的手盘拿下来 同时呢 它也具备了我们以往一直以来的手盘 操场的一个待机的时间 它可以有20天的操场续航 所以呢 除此之外呢 就刚刚若宜也有提到的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健康提醒状态 希望呢 这样的一个手盘5 可以提供给各位一个 最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伙伴 大家可以陪着你一起做你的健康规划 那这样的一款小米手盘5 大家认为它会多少钱呢 它就是只要不到1000块 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小米手盘4C 它有1.08吋的萤幕 然后有14天的超长的续航 另外呢 它有一个比较创新的充电方式 只插式的USB的充电 也非常的方便 还有呢 它有五种的基本的运动模式 可以让大家做一个选择 那同时它也一样拥有了5ATM的防水功能 那这样的一款产品 大家认为它应该要多少钱呢 事实上不用500块 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所以我们提供了不同的价位 让消费者做一些不同的选择 让我们的手盘可以提供给更多 需要的民众来购买使用 那除了这两款商品 所以明天我们将会在早上的10点钟 在我们的小米商城 还有小李师弟们是开卖